大家好,这里是科技先程 S8上市以来就饱数争议 一方面是大量的国内用户因为某些原因抵制购买 一方面是科技圈对S8的创新大加赞赏 我们之前曾经在微信公众号发过很多关于S8的暴力测试视频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科技先程进行查看 比如把S8放到冰箱里面,在零下35度的环境下进行冷冻 还有把S8扔到锅里面进行水煮 还用大锤敲打S8的屏幕等一些测试 车子的结果都是让人非常的震惊 S8的质量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感觉上次的爆炸的门并没有杀死三星 反而让它们变得更加的强大 看来三星在上次的事件中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吸取了很多教训 发布后以后,网上对S8的吐槽主要集中在两点 一方面是背面的指纹解锁 一方面是电池容量太低 关于背面指纹解锁,我个人觉得问题倒不是很大 因为还有红膜识别和脸部识别都可以进行解锁 而且我用过一些背面指纹解锁的手机 并没有对我的操作造成太大的影响 今天我们想来聊一聊三星S8的电池续航问题 因为3000毫安的电池看起来真的不是那么够用 实际情况如何呢,我们今天来一起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S8系列和阿凤7系列的数据对比 数据都是来自三星官方和苹果官方 我们可以看到S8的电池容量是3000毫安 而阿凤7的电池容量只有1960毫安 还不到2000毫安呢 S8 Plus的电池容量是3500毫安 而阿凤7 Plus的电池容量只有2900毫安 甚至都不到S8的3000毫安 续航方面呢 S8在视频播放,音乐播放,通话三个方面都超过了阿凤7 仅仅是在三级环境下落后了阿凤7一个小时 S8 Plus和阿凤7 Plus对比呢 S8的数据全面高于阿凤7 Plus的数据 官方的数据大家也都知道 大多都是理想状态下的测试结果 现实中呢情况可能不太一样 因环境呢比较复杂 于是我们找了国外的科技媒体 Fone Arena做了一期测试 测试的结果呢显示 搭载三星自家处理器的S8 Plus的电池续航 达到了8个小时 属于非常优秀的级别 而阿凤7 Plus的续航达到了9小时5分钟 比S8 Plus多出了整整一个小时 结果是不是有些意外呢 2900毫安的阿凤7 Plus 甚至比3500毫安的三星S8 Plus 多出了一个小时的续航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是得益于ROS的系统运行机制 因为安卓系统是真正的后台 而ROS只是伪后台 这也就是为什么小米的MIUI 会推出神引模式这么功能 其实也是在模仿这个伪后台这么功能 这块呢我们就不展开讲了 因为可以讲好套的时间 有兴趣的一伙伴可以深入的了解一下 上面是续航方面 充电数据方面怎么样呢 毕竟国内的厂长 大家都做到了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嘛 官大网友呢也进行了测试 S8 Plus的充电时间为1小时42分钟 和Fone Arena给出了一个半小时的数据 只差了10分钟 这也证明了Fone Arena的数据是比较准确的 而ROS的充电时间呢 则是2小时40分钟 整整多出了一个小时 大家也都知道 RFone 7系列并没有使用快速充电技术 而这个问题呢 已经被很多网友吐槽过了 希望呢RFone 8无论如何 也要加上快速充电这个功能了 不然是真的说不过去了 一样呢就是测试结果 从上面的数据来看呢 S8正常使用一天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Fone Arena的测试结果 也要拿国内的P10 1加3T和三星的S8 Plus进行对比 结果三星的S8 Plus 也是全面的超越了这些机型 所以大家如果说 没有听到有人吐槽P10续航套 那么S8的续航 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 好了 上面这些内容呢 希望能给有意向 购买三星S8的小伙伴 做一下参考 小伙伴们有什么想法呢 可以直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欢迎点击屏幕下方 关注我们 我们会持续发布 更多更好玩的科技视频 也欢迎关注我们的 微信公众号 科技线程 拜拜